大家好,我是阿远 花了1400,买了一条人工养殖的鳄鱼 今天呢,咱们换个吃法 做一个红烧鳄鱼 鳄鱼生成的鳞片,老板都已经给去好了 咱们只需要简单清理一下就行了 把鳄鱼肚子里边的肥油去掉 鳄鱼比较大,从中间分一下 分成两截 鱼尾这地方的肉比较厚 拉两刀,便于入味儿 切点大葱 蒜子 切点肥肉粒 准备点香菇 锅中做油 放入肥肉丁 放入葱姜蒜、香菇 花椒、大料、甘辣椒、桂皮、香叶 倒入黄豆酱 倒入生抽 倒入生抽 米醋 烹入料酒 老抽上色 添入清水 鳄鱼呢,个头比较大,一会儿用大桶炖 先把汤烧开 烧开以后,盛到大桶了 把鳄鱼炖进去 把鳄鱼炖进去 汤里调入盐 胡椒粉 白糖 鳄鱼已经烧了一个小时,可以出锅了 用原汤打来个汁,浇上去 来,红烧鳄鱼 这鱼弄了一个鱼昂? 这鱼又弄了一条 上回是烤的,这回做了个红烧哩 看着红烧的怎么样 来,给你们弄个腿吧 泪调这儿哩 来,一块尝尝 鸡蛋快 嗯 这烤的有味儿昂 有点味儿 是昂 嗯 炒了一巴 炒了一巴 别人吃了,这鹅的鱼还不难吃 我弄个腿 这鱼鱼就焦了再白昂? 嗯 焦了再白昂,就是昂? 有种族鱼那种感觉 忘了那群鱼那种感觉 这吃着香昂 这个腿肉挺好吃 我今天这块儿顶肉 弄个腿吃 来,把这个腿给给你们吃 好嘞 这个真香昂 腿这个肉好吃 这么多肉,咱们可吃不停 这么多肉,咱们可吃不停 稍微一会儿你走的时候带走一半 行行行行 好嘞 这肉都弄鸡肉昂? 把鸡的鳄鱼做也行了吧 可以,挺好吃哩 今天鳄鱼个头比较大 一会儿它给我四叔带走一半